中國臺演機構最近向上提送了一份 臺灣選舉因應的建議 那他的建議就是說利用臺灣的媒體 臺灣親中國的媒體 然後把臺灣形塑成經濟貧弱 失業問題嚴重 低薪攔截 這種社會矛盾 借以批評民進黨的政績 再來 臺演單位還進一步提出 要減少民進黨候選人的得票率 對白色力量應該要過度支持 奇怪 然後他說 這些臺演單位知道 白色力量與綠營支持者 具有若干重疊性 也學會了氣保的選民投票抉擇 之所以說有趣是 對岸不會不知道 白色力量更能吸引到 藍營選民的青睞 但是他們似乎不在意 原因應該是再也是次要敵人 因此暫時不必進入目光之內 也就是說 關於國民黨現在先列解民進黨 再說 大概就是這樣 民進黨才是主要敵人 然後他又說 中國國台辦公司 他說國內的公權力有關單位必須對這個保持高度警戒 對喔 來 我再請教一下頂議長 你怎麼知道對一個國內政黨擎拖這個事情 這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台灣某社群新聞網站要跟中國合作是對一個 可能的對象很多個 我也不知道對一個 我已經看過兩個媒體的重要幹部走到汪洋的面前 在那邊聽訊 兩個很有名的媒體也去那邊聽訊 不過周景文揭露這個其實台營機構 不是台營喔 對 台灣 這個中國在研究台灣的 不管是廈門的社科院什麼 他們專門在研究台灣 他裡面的提的比較有趣 是 他提到的點就是說 因為他們最常來台灣看民調 在台灣看民調他揭露兩個事情就是 對柯文哲這個白色力量的支持要 過度 然後他這個東西你有注意到 他看得出來 他在報告裡面什麼東西 他把這個資料都有往上送 所以你後來去看 央視做了兩則這麼長的 報導 你去看上海台辦的副主任來台灣 以前來一定先到國民黨 現在不是 會先到台北市政府 是 你再去看 這個柯文哲對中國之間的互動 那些話他都重話都講不出來 他得到中國的青睞這個是事實 這個青睞的事實的情形下 這一個台灣 對台灣研究機構的上書 有導致中國的決策跟行為 這是屬性 對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他裡面還提到說 那柯文哲的選票 當然會拉到綠營的 也會拉到藍營的 他不在乎會影響到藍營的 對 這標準的中國的戰法就是 我先聯合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第三個 那他要打算就好 一分鐘 我先講社群媒體的那個事情 我先講 見過汪洋的忠實聯合 那個指的不是那個 那可能他必須要讓你覺得 甚至有的時候可能有點綠 那 我大概心中有一個想法 就是它是網路的 網路新聞 是網路社群 是網路 網路社群 那 這個東西你也很難說他怎麼樣 因為我們演論自由 那是電子報嗎 我只能講到此為止 我覺得中國的社台智庫 其實這幾年 他們的影響力大幅下降 是從2014年 太陽花旋影誤判情況之後 一路誤判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的這個說法 也不是新鮮嘛 那因為他們就是跟著習近平的路線在走 其實柯文哲 2015年能夠去上海 參加雙城論壇 在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情況之下 只是尊重 理解 就能去 那是習近平的意思 我一直在講 所以現在只是說 這些社台學者現在 看到了柯文哲 已經被黨中央總書記 認為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對象 他們現在只是在 跟著這個風向在走 因為我們知道 習近平長得好 智庫要信黨 所以現在當然要 也不是叫信黨 是要信習嘛 所以他們現在只是說 只是在背後這邊 我個人認為是錦上添花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政治到了